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走完雲台花園出來 當然想吃一碗沙河粉 這間店名叫沙河粉村 他們這裡的乾炒牛河好出名 非為一柱沙河粉 澄傾億萬南越人 全部河粉都沒有 聽到這樣的答覆非常失望 店裡的服務員說已經備訂了很多沙河粉 誰知都是賣光 沒辦法, 唯有下次再來試試吧 沙河粉吃不成 過來環市路的阿強家吃酸菜魚 這間阿強家就在輕月酒家旁 阿強家酸菜魚的招公啟市 感覺他們的人工高於其他地方 午市有優惠, 買一條就送一條 這裡的茶水和小食 就是給等位的人和等餐的外賣小哥 多貼心 各家, 大家, 小家, 合家, 安康 真強, 深強, 富強, 國泰文強 橫幅就是苦連大吉 在廣州吃酸菜魚 泰爾和阿強家就是我自己比較喜歡的兩間店 阿強家這裡也有一個透明的展示窗 餐具和擺設非常整潔舒適 這裡喝的茶是統一的梅里花茶 這裡的茶位5元一位 這裡的燈光也很特別 只是在每張桌上有一眼照燈 看看他們用的電飯煲是什麼牌子 這個電飯煲的品牌就是蘇帕爾旗下的品牌 一隻電飯煲的價格就是幾百元 酸菜的調料真的很多 單單是辣椒粉有十幾種 裡面看起來非常乾淨明亮衛生 我每次來阿強家吃酸菜魚 都會點他們這裡的粟米餅 這位師傅現在調的就是四川涼粉的汁 近年來村菜在廣州非常流行 尤其特別受年輕人的歡迎 在廣州的村菜館的數量越來越多 還有各式的麻辣湯和串串 每一位都配備工筷 茶裡面還有莫里花飯 很香的莫里花味 自己自助數碼點餐 看看他們這張菜單 上面有不少的經典村菜 阿強家酸菜魚 就是一家以酸菜魚為主打菜品的品牌 它是一家廣州老牌的村菜品牌 在1997年起源於廣州市的養肌村 來自四川樂山的創始人胡強夫婦 開創了阿強酸菜魚這個品牌 而且越做越大 可以見到這裡的粟米餅很受歡迎 他們自製的粟米壺 裡面還有新鮮的粟米 一隻售價5元雞 從飯市一開始 這位工作人員就是專職做粟米餅 售價是5元一隻 我自己都很喜歡吃這裡的粟米餅 每次來到都要點 阿強家酸菜魚上來了 泰義酸菜魚就是沒有辣度可以選擇 但這裡的酸菜魚就是有三種辣度可以選擇 正常辣、小辣和不辣 我當然喜歡吃正常辣 這裡的魚是現點現湯現做 所以等的時間稍為長一點 老規矩 我喜歡吃酸菜魚的時候 裡面加粉絲和金針菇 阿強家這裡的配菜就是13元一份 而泰義就是8元一份 不過這裡的配菜份量多於泰義少少少 他們這裡的魚切得很薄 吃起來又薄又嫩又滑 這裡用的米也是東北大米 5元一碗 這裡的湯底是魚骨湯底 拿來拌飯一樓 阿強家和泰義酸菜魚都好吃 兩間店的價格也差不多 前面有太多單了 我等了很久這兩個粟米餅才到 很小隻很薄 很小隻很薄 不過又真的蠻好吃 我每次都吃兩隻 最後來一碗甜品 米酒煮湯丸 湯丸搓得非常細粒 個人口味 我自己比較喜歡吃 今晚兩人一共吃了181元 臨走的時候 開一張發票 可以看到他們周圍的裝飾 都是不同的辣椒 服務員的態度非常好 這裡的服務也非常到位 走的時候 門口已經排隊 除了粵菜和飲茶 偶然間試其他菜式 都是不錯的選擇 我喜歡分享我在廣州生活的點點滴滴 如果喜歡我的視頻 記得關注我啦